接著來看到一則最新的消息 上週連日降雨 造成桃園區南橫宮路名巴克路橋 遭洪水衝斷 桃園區復興 拉夫蘭跟梅山里變成孤島 而今天上午有一名患有三高跟癲癇病史的梅山里居民 突然雙腳麻痹 腫脹無法行走 而經過梅山派出所的通報 空勤總隊在今天十一點半 順利把病患再送下山 雖然天氣轉勤 山區道路逐步修復中 但午後短時強降雨 仍然可能造成土石崩落 跟溪水暴漲 暫時請民眾避免上山 也不要圍觀溪流 以免發生意外